這個是很多家長會擔心的 你去台灣等下那個中國打過來怎麼辦啊 你要不要回來一下 你要不要叫你朋友回來 好危險耶 他們飛來飛去了 他們那個飛彈要射過去了 歡迎收看 又來又來 又來這個移民的五大國家 對 因為亞洲區我們比較熟一點 可是移民應該是沒有馬來西亞 因為我們是馬來西亞人嘛 就不用移民了嘛 那我先看第一個是什麼 又是來玩這種 一定要嗎 來 最想移民是我 還是大眾 不一樣啊 差很遠哦 給你啦 我放A A是純粹我吃習慣了 你要我去哪裡吃我都可以吃 台灣我唯一不能接受原住民的一些東西 我看來我會有點擔心 可是其他的 我跟你講最好吃就是台南 台南No.1 當你去過台南住一陣子過後 你去台北你會懷疑人生 新加坡 馬來西亞的鄰居 移民因為美食 我覺得至少吃得慣 可是你在馬來西亞吃得那麼好 因為你講移民 然後你這裡沒有馬來西亞的話 移民我一定是依靠近俄國家 我吃得慣 這樣講合理嗎 合理合理 可是貴 所以我放A 我要講句公道話 貴 是我們覺得貴 可是如果你在新加坡工作 你賺新費 你就不會覺得貴了 對啦 重整消費 他們的東西 那麼多年來都沒有什麼漲到 我覺得AOK啦 又習慣又好吃 而價錢OK啦 日本啦 日本的美食永遠是我心中第一名 而且我覺得 就算平時不吃日本餐的人 比如說那種老外啊 因為外國也是很多吃生的嘛 生蠔啊 生魚片啊 這些 我覺得他們大眾都OK 我個人偏好的一個美食 就是日本餐 在馬來西亞也吃日本餐 去台灣也找日本餐 Omakase 台灣的Omakase 比馬來西亞 Omakase 便宜三倍 有機會去台灣旅行的朋友 記得要吃日本餐 因為比馬來西亞便宜三倍 香港 這個也是非常習慣 因為我們馬來西亞也是吃廣東美食 他們的燒辣啊 很燙民啊 我覺得香港餐哦 你要去貴的餐廳吃 有錢人移民去就好命 但路邊餐也是不錯 那些 都很好吃啊 我是S的 不好意思 很久沒去香港 我真的很想吃那邊的美食 我覺得S 人生享受了 就世界知名的素食很多 積極在香港 這個隨便路邊吃都可以的啦 馬來西亞人移民去泰國是最方便的 吃東西全部習慣到完 本身不太能吃辣 一點辣OK S 泰國餐 所以 這樣都很高分啊 都是S跟A 對耶 公平啦 我覺得很公平 下一個 工作 因為這幾個國家你也有去表演過 你覺得他們那邊的工作態度啊 工作環境 工作節奏啦 我如果要移民去工作 這個真的是大家要思考的問題 你要找一份工作 然後穩定下來 我們先從香港 我沒有辦法在香港工作耶 我怕會被罵死 因為我們是東南亞人嘛 你罵非他們啦 頂嘴 每天做工吵架 可是香港賺人民幣很好賺 而且香港的薪水應該是 裡面最高的 比日本還要高 薪水高 工作壓力很大 我沒有辦法再想要做工 真的 sorry sorry 我跟他們一起工作 他們對我是蠻客氣的 因為我是藝人 可是我看他們之間 是很急躁的 拍電影的時候 我跟香港的團隊合作過 然後馬來西亞團隊沒有一個人受得了 現場就是 電位 全場 全場的 父母全部中 然後我們馬來西亞團隊全部在那邊 不知道自己要做什麼 其實他們的節奏很快 我覺得 可能是他們以前經濟在發展的時候 就養成了一個習慣 他們人口很密 大家都要快 快很準 有一點不公平 因為我跟香港的工作機會沒有那麼多 只有在秀 concert 的時候 還有我去到那邊 感受他們的環境 尤其你去那個 那邊 你看他們的工作整個 沒有辦法 那很糟 沒有辦法 來 下一個 也是很壓力的攻擊 我覺得這個 好像是 青木元素海 做工做一下再考慮青木元素海 哈哈哈哈 你知道那個壓力嗎 他們聽說放工還要應酬老闆 不可以給你找回的 你沒有應酬就好像是 你私吃的感覺 市場上那種壓迫感 沒有辦法 那邊的整個 工作方式 我們東南亞人是最好不要 這兩個薪水都很高哦 都放在下面 所以就講我們有時做工 不一定是看薪水的 你薪水也在高度 他不爽他還是走的 因為他做的壓力大 有些人是喜歡Walk life balance吧 新加坡 不是一個壓力行為大的地方 可是我覺得相對比一下還好 而且心比大 賺錢爽 你看馬來西亞這樣多人跑去做 如果你跟我講說要住在新山 每天像他們這樣通勤加摩托來回 我就放心啦 如果你讓我住在新加坡裡面 然後工作不要太過低階 可以有這麼壓力的話 我會選B啦 這個壓力可是很大 跟馬來西亞比起來 可是他沒有比這兩個嚴重 不然你問一下 那些馬來西亞有在新加坡工作的朋友 為什麼你們壓力這麼大還要在那邊 你們可以留言一下 講一下 阿強是你做工 你講一下你的感受 沒有啦 就物資很高啊 就是會有傳播過氣的感覺 因為那個經濟的問題啦 他好像會拿到他同樣 還有誰在新加坡做工 很久在新加坡做工就講 好像外勞將被對待 他是做比較低階的工還是中的 他是做工廠裡面那種 哪街啦 其實我覺得不管什麼國家 你做低階工就是被歧視的 對對對 如果做中階應該沒有這麼誇張 在新加坡工作的朋友們加油啦 辛苦你們 下一個台灣 台灣做工很爽的 台北來講壓力已經算是最大的 我覺得都還好 那邊的人至少有人情味比較好一點 不過台灣的整個大氛圍有點 大家都很苦 不過都很開心 對對 台灣的環境是很開心的 做工來講 薪水偏低 我覺得可以再漲一點啦 所以很少人去台灣打工就是這樣 其實台灣讀書的蠻多的 放A啦我覺得比較公道 工作環境是好的 只是薪水可以再高一點 下一個 泰國 做工很爽耶 泰國的薪水我也問過 其實也是算很低 這些國家裡面最低的 可是那邊的東西便宜 如果你在那邊生活 然後賺那邊的錢 花在那邊的話 我覺得是OK的 泰國人對我來講 這工作還蠻平的 你問我 我會放筆耶 因為我的電影很多 後期都在泰國跟他們一起做的 所以我知道他們的工作情況 薪水不高 時間也是很長一下 如果你要去泰國生活 除非你有 別的目的 或者你想要在那邊 度過晚年 Fearly可以在那邊 比較輕鬆一點 你看講到工作 就是很低分 沒有人喜歡做工的嘛 大家喜歡在家裡面躺的嘛 台灣這樣 還是最高分 你看到嗎 下一個 我們來第三個評分標準 這講他居住環境 還是他屋子 居住環境 屋子也是可以啦 房地產 哇 這樣想要明顯然來 這個是全世界 第一名 屋子最貴的地方 這個香港人 然後自己都在罵的事情 這個是不可以這樣的 那個房價 現在被惡意的吵起來 然後你開門就是床 就好像住在一個窩裡面 它不是一間家 除非你真的在那邊很有錢 它的屋子都是 我們馬來西亞的 可能六七倍這樣貴 甚至 是不能住的 這個地方 如果你要算上 居住環境 他們很方便 因為他們住樓下 就是7-11 可以買東西 可是我覺得是 有一點不理智啦 很多香港人都跑掉啦 如果好住 為什麼要跑掉 來下一個 這個喔 很多人不明白 以為日本買屋子很貴對不對 嗯 錯 很多台灣人跑去 日本買屋子 東京除外吧 東京也很便宜 東京的屋子 全世界比起來是偏高的 可是在這幾個國家裡面 比起來是中等的 如果你們有興趣投資 房地產是可以去try的 然後住又好 因為那邊的 治安啊 然後屋子啊 格局啊 然後他們的 因為我們住屋子 他們是手工的嘛 就馬來西亞人都知道 住那個屋子啊 那個屋子 來漏水 施工有問題啊 日本是絕對 不會有這個問題的 我覺得居住 我會放S 如果你要講它的缺點是 他們有地震 可是他們也因為有地震 所以他們屋子的房震 各方面科技都很發達 如果我放有地震的話 我會放到這裡啦 如果你不要算有地震 我會放在這裡 OK 大家可以去日本參觀一下 現在一個比較熟的 台灣 台灣的房地產呢 那個屋子是很貴的 如果你針對台北的話 那屋子也沒有很大 而且又貴 可是你只要稍微搬出去 旁邊一點 欸 整個地方就不一樣了 地方就會變大 可是當然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桃園 中壢啊 宜蘭 我覺得台灣的是 世界上來講也是很貴的 可是我們這種 混過星嘛 日本啊 這種地方的人 我就覺得 還OK 可是它整個貴到沒有辦法買 對 有些是貴到沒有辦法買 可是比香港好 因為有些很老的樓 他們一直沒有拆嘛 然後裡面很多東西 很多問題 可是我現在一直針對台北 你要算外地啊 算外地進去就 我覺得不會太低分 我覺得我可以給他A啦 三個都在A 不錯 我們可以移民的 再來 新加坡 新加坡租屋子 那個屋子很貴嘛對不對 對 如果你移民過去 新加坡 做那邊的工 賺那邊的錢 那邊的屋子 我不覺得比馬來西亞貴 如果用比例來算的嘛 而且那邊的屋子的質量 它也就是主屋 你沒有什麼選擇 你不能做平地屋 身為一個馬來西亞人 我是喜歡打開門 可以看到自己的車啊 騎起車一下 看到狗跑來跑去啊 你沒有辦法過這樣的生活 在新加坡 它的屋子 我覺得可以跟台灣齊民 就是他們的環境 房價都很像 可是台灣至少有的選平地 新加坡沒有 台南 那邊的屋子 那個Design很美的 因為他們很多Designer 然後他們的裝修也不貴 他們很便宜啊 對 屋子便宜大 而且他們太過很多觀光聖地 所以各方面吃住啊 周圍都很方便 而且他們沒有那些什麼 歧視啊 種族問題什麼 我覺得住下來還不錯 而且都是拜佛的嘛 就是比較善良一點 我會放他S 我覺得如果住的話 這樣 這個對我要講有點難 因為我不是去每個地方看翻地 草樓 又不是草樓的人 因為我這裡有什麼講錯的 大家可以給一點意見 實證一下 我們下一個 到天氣 天氣是包括天災嗎 嗯 我們先從馬來西亞的鄰居開始 新加坡是 我發現新加坡比馬來西亞很適的 因為它高度很多 所以它那個空氣 很高 一下新加坡 我是馬來西亞的 我是習慣了啦 那個適的 可是新加坡 四季如下咯 也是沒有什麼天災 我覺得很好了 可是我不要放S啦 因為 這樣咯 已經很好了 做人不要太貪心 泰國也是跟馬來西亞很像 這裡我覺得跟新加坡放一樣 因為他們天氣是一樣的 而且他們冬天好像北邊 涼一點啦 新加坡我還是覺得比較熱啦 這兩個OK啦 天氣 地震也沒有什麼啦 泰國時間有海嘯嗎 可是那個在Puket 不知道 是一點點 在Puket重一點 不知道 如果你要講誰在新加坡 有時候有些重一點啦 在一些比較偏的地方 下一個 哇這個不可以 這個 冬天我要死掉了 真的 他們那個 氏氣很重 就我朋友 台灣長大的 10個9個壁紙有問題 台北 台北 對 而且如果你住基隆 你出門沒有帶雨傘 你是準備死 而且我的衣服全部是臭的 如果你很久沒有穿啊 或者你暑假回去 你的衣服全部戳到完 因為 氏氣太重 然後 地震 台風 這些我從小長大是沒有經歷過的 有火山 只是還沒有爆發而已 然後寒流囉 冷到那個鬼這樣 我連那些歐洲的朋友都罵 因為歐洲的朋友 雖然他冬天的更冷 可是他們沒有台灣這樣大的 那個強風啦 體感溫度 我不能接受 我放心 不好意思 台灣的天氣 尤其冬天 我真是不想出門 下一個 香港 我這個雖然他比台灣難喔 冬天你試試看 你們試試看去香港 你試一試就好了 可是他平時就是熱熱四四黏黏的咯 我也是不是很喜歡香港的天氣 老實講 你一出門 你裡面四大碗的 是不舒服的香港 我放這裡啦 香港跟台灣 因為他們天氣就靠海這樣 JAPAN 要看是北海道還是OKINAWA OKINAWA我就放這裡 北海道我就放這裡 東京我就放這裡 如果是夾在一起 這個很難選 天氣它有四季 可以看到雪 可是冬天都冷 他們的天氣其實是OK的 可是他們的地震 又火山喔 什麼都有啦 不過日本的天氣是比台灣香港爽的 我放這裡啦 因為他們有天災 也太嚴重了 我放這裡 很棒 我講的東西不一定是對的 可能你們去過日本比我多 那你們可以參考一下 你們想要移民的話 這個什麼鬼呢 哇這個 這個喔 我覺得很多移民的人會在乎 台灣是嗎 政局 這個是很多家長會擔心的 欸你去台灣 等下那個中國打過來怎麼辦啊 你要不要回來一下 我媽媽直接就常常打給我 我講這件事情 你媽媽每次叫你回來 她看到新聞就叫你回來是不是 欸 但我要打我們台灣了耶 怎麼辦 你要不要回來 這樣你這樣回答 然後他說不會啦 這是假的啦 我也是跟他這樣講 可能是假的啦 講話罷了 你要不要叫你朋友回來 好危險耶 他們飛來飛去了 他們那個飛彈要射過去了 不知道真的 已經等了很多年都沒有 政局 他們是民主啊 他們政局不好 還是可以換政府啊 他們政府 就沒有事了 如果你撇開那個飛彈 飛過來的事情 因為到現在都沒有飛 我覺得是一個 人設啦 他們在射一個人設 來哄 它的人民啦 是不會射的啦 如果你講台灣內部的政局的話 我覺得 再怎麼爛 可以換政府 可以投票 可以推翻 就是好的政局 對我來講 像馬來西亞現在呢 再爛呢 我還是講他好 現在安華如果做不好 就把它換下來 一樣的道理 政局我覺得 民主 S 因為可以換掉政府 JAPAN 這個也是民主社會啊 然後他們那邊也是很多大便事情 可是 為什麼哦 這些國家的這些大便事情 我們都知道 因為 他們能夠被爆出來 能夠被爆出來 就是好的政局哦 因為民主嘛 政局OK 如果有多一個經濟就不好 因為錢一直掉 不過政局我覺得 他們會想辦法 把它救回來 因為他們的人的 素質跟教育都很高 他們一定會翻身的 日本加油 將局 哇這個啊 他們最近走 獨裁一點了哦 變成他們的那個王 一直可以推翻他們的政府 這樣 以前是 幹政府的 現在他們的 國王權力太大 現在會很亂嗎 政局 蔡國本來都很亂 其實 可是沒有影響到理由啊 他們自己亂是不是 對呀 所以如果移民過去 政局也沒有影響到我移民 我不確定 他們現在 有一點 反民主 我覺得可以這裡 因為我不覺得 他現在在亂什麼鬼 B for Bangkok OK啦 Bangkok 下一個 新加坡 這個是獨裁國家啦 然後 我覺得他們的政府管得很好 他管得很好是現在 如果有一天他繼續讀財 他管不好 你又不能換 你就只能認命 這樣子 這就是我剛才講 民主的重要性 我覺得是可以是S 然後這是民主國家 應該這樣講 民主 自由是分開的 他們的民主是OK 因為至少有的投票 雖然沒有換過政府 可是自由就限制很多 就連講政府都不可以 政府其實就是拿來罵的 因為我們選出來的嘛 不可以罵 就有問題了 所以現在移民 OK的 很多人都移民過去新加坡 尤其是中國人 所以移民No.1 政局OK 穩定 下一個 Peng Kong Sorry啊 我從小就很想去這個地方 就是我希望有一天 我可以站在香港的舞台上 跟香港的歌手一起合唱 可以在香港做導演 然後跟那些菱形一起合作 這個是我從小的夢想 可是當我現在長大過後 去到香港 這些人都不見了 就講錯兩句話 就不見掉了 我講的是 他們的靈魂 不見了 然後他們的政局 現在是 完全不行的 就變成中國的一個 普通城市 他再也沒有當出 Powerful了 這是我個人看法啦 OK 所以大家如果想移民去香港 也是歡迎啦 就是這樣看起來哦 好像沒有一個特別 讓你想移民的國家 其實你問我 這幾個國家 除了香港 我剩的都OK的哦 你看我去那邊生活做工啊 我都OK 有些是喜歡 有些是習慣 你們覺得咧 不是去兩天 你知道嗎 你是要去一段時間 你才能夠明白我講的東西 那 如果有些我不夠你們熟的 你們可以來批評我的 OK的 歡迎來吵架 歡迎來吵架 加分題時間 叫我們現在來一個bonus題啊 就是你以 馬來西亞的身份 頻頻看 馬來西亞在這五項裡面 是在什麼樣的排名 我老我自己是陷阱 我們來吸引別人 移民到馬來西亞 歡迎大家移民到馬來西亞 我們的美食呢 一個客觀的角度啊 我們有各種種族的美食 都在這裡 而且是本地的各種美食 比如說我們的印度餐 不是印度人的印度餐 是馬來西亞的印度餐 然後我們的華人餐 是馬來西亞的華人餐 當然你要中國的中國餐 也有 馬來西亞的口號就是 所以什麼國家的東西都有 所以在這裡 大家都肯定可以習慣 包括我招待我日本朋友 在馬來西亞吃日本餐 也可以吃到這種 所以不管你什麼國家 移民來是沒有問題的啦 這是S 工作呢 馬來西亞基本上 那你要給高高的話 你公司準備倒 因為我們的消費不會很高 消費跟薪水是一起的嘛 可是最近這兩年呢 馬屁掉很夠利 物價清不少 這是一個大問題 希望馬來西亞新政府 可以改善一下 人家工作啊 我不是很建議來馬來西亞做工 除非你可能可以把一些 馬來西亞沒有的東西引進來 會好一點 放B啦 公道啦 下一個 居住 這邊的房子又大又便宜 尤其最近物質 蓋了沒有人買 來做房地產講一下 馬來西亞物質講 Sales Queen OK哦 為什麼這樣多外國人來買物質 是因為便宜還是什麼 對啊 因為便宜 而且馬來西亞其實是 十大的退休城市 它的醫療啊 交通啊都很好 馬來西亞醫療好像是 東海亞第一名 外國很多老人他們有 痛風那種問題啊 他們來馬來西亞 四季如下 不會痛啊 我講過分一點 那些來 吉隆坡讀書啊 都可以租到 星星大大的物質 而且便宜 太不公平了 在外國不是這樣的 來 居住第一名 我覺得可以再更高 我這樣講一定很多人來買物質 那些 房地產發展商 帶有一點錢 這樣嗎 太過分了 下一個 天氣 我們完全 飛地震帶 就算你有感覺到 震也是外面的餘震 這樣子 反正 陣央不會在馬來西亞 那海嘯呢 只是飛馬重一點點 我講的是 南亞大海嘯最嚴重的時候 反正馬來西亞沒有天災就對了 你要講有的話 水災哦 那水災呢 對我來講是 排水系統爛 是那個政府做到 只要排水系統好 就沒有事情了 天氣 四季如下 熱到鬼這樣 如果有反對意見的可以來罵 可是我是習慣的 不過馬來西亞我是放你 下一個政局 在我一定是放這個 現在啊 如果五年前 零北是放這裡的 現在我放誰 我真的很樂觀啊 我覺得馬來西亞 現在再爛的好 政府做到再王八蛋 就可以把它換掉 然後馬來西亞現在 抱著希望 看著未來 然後大家是很有信心的 不好 大家也不怕 因為 所以希望馬來西亞越來越好 有什麼不合理想要改的 來做我們做房地產 我覺得馬來西亞的工作 沒有那麼差啦 其實我也是覺得 因為好像 新加坡啊 在那邊做工 其實是 開不起車 因為那裡車也很貴 他們去做工啊 他們一定要搭那個 然後就很多人 其實你這樣講 台灣也是 台灣要加摩托 台灣三四周歲 買得起車的很少 是很正常的 然後他們是穿著總經理 服那種 夾 加摩托去做工 他們加摩托習慣 我還有誰不服這個 我覺得可以往上 是因為 其他國家 工作壓力很大 然後移民來馬來西亞 就是 工作壓力沒有那麼大的地方 所以就 你這樣不要做 你就可以 就是我每次寫的嘛 我們那個真平幾次 如果不爽 你也比老闆的東西 這樣厲害 你自己抓啊 然後丟手石 應該這樣講 馬來西亞 二十多歲就買了起車 那 三十多歲就買了起物質 我相信 如果家庭人會嚇到 對不對 馬來西亞真的二十多歲 買了起車 三十多歲買了起物質 這樣我把他儀上面一點 公平嗎 A有 沒有到S了 因為公平的是S的啦 OK來 大家還有什麼不服的 那個天氣喔 現在S的一個都沒有嗎 這樣S的天氣是什麼國家 這樣也行 S的天氣對我來講 我覺得一定要有四季 可是不要太明顯 然後天災不要有 如果你給我放對不對 我會放海南島 可是它不是一個國家 如果 OKINAWA 是一個國家 我會放這裡 都還冬天的 是蠻冷的 可是它冷到不會堵 然後我講 屋子便宜到鬼 這樣比馬來西亞便宜啊 我先講 看來看很開心 馬來西亞好像還不錯 明列前 我們在一個蠻前面的國家 對 自己講自己爽的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移民的話 問其他的我不敢講 想問馬來西亞移民的問題 我們的X team呢 都可以回應你們 可是盡量不要給中國人看到太多 因為很多人移民來 我們以前開始怕了 如果你們還想看 我們做什麼樣的評比的話 不管是你要看 主觀一點的 還是客觀一點的 你們都可以寫在下面 歡迎大家寫題目 來給我們一些意見 謝謝大家 YA YA 我們在學國的 句話 音樂 收藏 詞 подум exams 信用 了 書